2020 海外要贏 吴怡農 動算 吴怡農 動算 吴怡農 動算 怡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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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動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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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十幾天拜託打給我們明天北平登陸見 感謝 謝謝 謝謝 謝謝亮君議員 其實亮君議員剛才跟大家來說明了 不分區立委 不分區立委就是靠著各位手上的那張政黨票 政黨票越多 他的不分區的席次就越多 政黨票越少 他的不分區的席次就越少 但是呢 我們知道 這一次民進黨不只是在區域立委裡面 我們提了像怡農 像品渝 那像佩芬 還有很多很多優秀的年輕的立委的候選人 我們在不分區裡面也有非常多優秀的這些立委候選人 但是但是 國民黨的不分區裡面 來 第一名的曾名中 我們就不用講了 歸崗過去做過金管會的主委 對於財經的議題 常常都搞不清楚 我們就算了 第二名是誰 第二名是誰 國民黨不分區的第二名是誰 葉玉蘭 對了 香港發生這樣的情形 香港前幾天 又在海邊發現有雙手被反綁 然後腳上掛著那個啞鈴的人 你知道香港的警方說這個不是自殺 誰不是自殺會自己把手綁在後面 腳上掛著啞鈴然後跑到海邊去 誰會這樣子呢 香港警察說這都沒有問題 但是葉玉蘭到目前為止 她還挺香港警察 認為香港警察去欺負女生 香港警察去當場近距離的對年輕人開槍 他們葉玉蘭不認為這是個問題